深井三 作者燕磊生 周宝强的头与身体分离后,从枪子里最后流出了一些血,这些粘稠发黑的血液带着股腥臭,更像是阴沟里的水。 他捧着周宝强的头,微笑道,你还好吧? 这个头颅也许还残存着厅里,脸上突然浮起一丝笑意,嘴角也抽动了一下,似乎要说出话来。 只是这个头已经没有声带了,自然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。 他突然有种恶作剧的想法,把周宝强的头也贴到了茶几上。 周宝强脖子的切口还有许多些,切口又较为平整,一贴到光滑的玻璃台面上,像是一个吸盘一样,马上就吸住了。 他把妻子的头移了一下,对着周宝强低声道,现在你看清了。 周宝强的眼慢慢闭合了,让他觉得奇怪的是,从周宝强眼里流出了两行泪水。 也许是因为泪线长在头上,有脑子直接控制的吧,现在的周宝强的脑尚未死亡,但没有血液提供氧气,恐怕不用一分钟脑部也马上会死亡的。 他慢慢地脱下了外套,扔到沙发上,沙发上血积了一滩,但由于沙发是真皮的,血也只能积在上面,正在凝结。 他的外套上,虽然也沾了不少血,但比沙发上,却要少很多,盖上去之后,倒是显得干净一些。 该如何处理这一堆肉呢? 当割下周宝强的头颅时,他心中只有快意,事情一了,却觉得一阵空虚。 难道,真要像对周宝强说的那样,让他们团聚吗? 他一阵恼怒,飞起一脚踢了过去。 周宝强的头被他踢中后,像一个足球一样飞了出去,重重地撞在墙上。 即使这头是长在脖子上的,这么重的撞击,也足以让头骨破裂。 现在,周宝强也肯定死得干净了。 他拿起妻子的头放在眼前,低声道, 看到了,现在该如你的意了吧。 妻子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,半闭着眼,眼珠也像死鱼一样,向上翻起。 我爱你。 他低低地说着,碰着妻子的头,轻轻地吻上妻子的唇。 妻子的唇仍然柔软,却冷得像冰。 在他耳中,好像又突然听到了那一阵细雨,洒在伞上,细细蜜蜜的。 在余生中,他依稀仿佛听到妻子,怯怯地说。 我也爱你。 不,不能让妻子和周宝强这具肮脏的身体放在一起。 他抱着妻子,看了看周围。 玻璃门外,一只树影被月光投进来。 在玻璃上,留下一个淡淡的影子后,又映在地上,不住地摇动。 他推开门,走到了院子里。 一到院子里,门马上隔开了屋里的血腥气。 他抬起头,看着月亮。 月亮是半圆的,已经很大了。 过几天大概就会变成滚圆的一个。 他这时才发现,现在的月亮果然是黄色的,黄得那么圆润,像用勺子瓦出的一块油脂,好像随时都会融化。 院子里,那些竹枝和树叶正随风摇摆,发出沙沙的碎响。 他抱着妻子的头,向那一从树里走去。 这院子里有一口枯井,他记得小时候来周宝强家里。 每当要靠近这口井时,周宝强的母亲,一个头上梳着发迹的肥胖女人,就大声叫了起来。 阿强,不要到那里去! 那时那口井的井圈还是好好的,因为经常停水,这口井起了不少作用。 现在,这口井应该还在吧。 可是,他扶开树枝时,却不由得已了。 记忆中,该有一口井的地方,现在只是一片杂草。 也许,那井已经掩埋了。 他有点疑惑地走了过去,小心翼翼地拨开草丛。 草长得很高,已经摸到了他的膝盖。 他还记得那口井其实很窄, 如果是周宝强的母亲,只怕只能掉进一条腿去。 也许,真的已经填掉了吧。 当扫尸了一周,仍然没看到什么事,他不禁有些失望。 也许,该绝两个坑了。 他正想着,突然觉得夜下那个头颅,突然像是睁开了眼。 这并不是看到的, 但这种感觉如此真切,让他的心头一阵骇然。 手也不仅一松, 那个人头瞪时脱离了他的掌握,只滚出去。 他已经伸手去接, 但指尖只触到了妻子那一头柔顺的长发。 妻子已经翻进草丛里了。 他踏上一步,正要去草丛里摸索一下,突然间眼前一黑,一脚踏了个空。 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耳边只听得一阵乱响,地面却在急速声高。 他还没有醒得是怎么一回事,挤进草便扫过他眼前,像鞭子一样,让他眼睛也一阵生疼。 接着便是哗的一阵水响,而眼前却是一阵黑暗。 当他被一阵男女娇和的声音惊醒时,第一个念头便是自己是在噩梦中,也只有噩梦才会让人有这种动弹不得的感觉。 周围暗的什么都看不见,在黑暗中那种声音清晰而真切,却更显得不真实。 然而意识渐渐回到身上时,他才明白过来,那只是他怀里那台单放机在响。 这台单放机是可以自动换代的,所以也不知道放了多久,不过听声音依然很清晰。 那么他失去知觉也不会太久,只是眼前太黑了,黑得什么也没有。 而他的身体就像一只被捕鼠家打中的老鼠一样,动弹不得分毫。 两只手伸在头顶,胸口像是压着千军重物,让他呼吸都产生困难。 脚下却是湿漉漉的,像是站在一盘水里一样。 是掉在那口井里了。 他扎了一下嘴,只觉得嘴里也干得要命。 记得以前读书时,读到过一则一试,说就是日本官员审案时,让做证词的人含一口米。 如果吐出来仍是干的,那就说明他说的是假话,因为人在惊慌失措时不会分泌唾液。 现在,他正像一个被抓住的暗犯一样惊慌失措了。 这井,有些像喇叭一样,越往下越小,井口已经不算大了。 而他现在掉到了井底,其实还不算是井底。 他把脚尖竖起来,才能到达井底。 那么,其实离井底大约还有十厘米左右。 也正是因为这十厘米,使得他呼吸不差。 狭窄的井壁压迫着他的胸腔,使得肺都无法充分扩张。 而井底,本身由于空气不流通,带着潮湿和腐臭。 这口井,其实早已枯了。 他所踩着的,也仅仅是因为下雨而存着的积水。 大约刚到他的膝盖处。 如果这口井没有这么小,要爬出去,虽然困难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可是现在这个样子,该怎么出去呢? 虽然像是陷入了绝境,可是奇怪的是,他一点也没有惊慌,反倒有几分好笑。 在这样的环境里,从耳机里传出的那种肉体摩擦声,也突然变得特别清晰,特别的不可思议。 他努力地动一动,马上发现,他的身体卡得太紧了,现在他周身上下,脚还能动,两只手也能动一动。 但肩头到臀部之间,却像是用胶水牢牢粘着一样,根本无法移动,一分一毫。 七点不决定终点,运气靠策划,贪心大有必要。 大多数人会失败,不是因为犯错,而是因为没有全心投入。 冒险才能利用机会,谁都能成为伟人。 一代巨富洛克菲勒创造财富的谋略,仍会给当今生活的我们以莫大的起地。 洛克菲勒的家信,一套出色的成功学教材,伟大企业家的财富宝典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真 感谢观看